聖火 聖火 在慈云寺进行祈福仪式 主机关明镇处处长张云祥 与安乐国小校长肖玉展 在佛祖前将聖火传递 一棒接一棒 聖火传递路线从慈云寺开始 到安乐高中 流民船隧道 面粉厂 火车站南站 再从安一路转西定路到慎兴高中 最后绕回安乐市场 将聖火传回学校 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 有警察的前导车 带着我们绕着可可港的学区 一棒一棒的船下去 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还有社区的志工们一起过来 他们还放鞭炮 让我们非常的感动 那这传递过程当中 我们要想要让孩子们懂得 在这个过程是一个 传唱可可港的璀璨风华 也传递安乐国小这里的百年 优良校风 当然最重要的要去传承 学长们他们成功的经验 学习的精神和态度 以可可港为中心 寻觅这里百年历史的故事 当圣火回到安乐国小 点燃的那一刻 全校师生名跑关顾 祭学府三次圆强 这一次的路跑活动 就是可以在马路上奔跑 是一件很特别的事 极万千目光于一生 我觉得很兴奋 甚至有些晚上我都没睡 透过百年校庆 圣火传递活动 让孩子领悟生命与生命交汇 所激荡出的火花 学习感恩习福 一起迈向新世界 记者蔡小军采访报导 给大家看